好 大家好 又是焦點直播 陳根信 沿途有你的節目時間 螢光幕 我們繼續見到我們的主角 陳根信師傅在這裡 各位 大家好 是的 我很高興 每次見到師傅 其實就是在說一間屋 大家都知道 其實就是 屋企 我想絕大部份的人 現在聽著或者看著我們的節目 他也有家 所以我覺得這個資訊由陳師傅帶給我們 其實很重要 正如上集所說 家居的風水 其中一環很重要的部份 就是房間 因為你睡覺的時間 我相信都會斷六小時以上起計 所以房間主要會逗留一個長時間的地方 師傅 說起房間的風水 先從門說起 可能有些單位的設計很有趣 房門是對著廁所的 有些什麼不好呢 又或者好呢 如果房門對著廁所 現在有很多單位 因為小單位 會出現這個現象 廁所的骯髒之地 有很多細菌 廁所我要求 建置24小時開抽氣線 另外一個廁所門 就長山 是 長山你出入就自動關掉它 如果忘記關掉 你可以搞一個自動按鈕 是 讓它自動掩埋 好 避開了細菌 直接衝向房間 OK 衝向房間 避開了這件事 OK 很多時候你沒有辦法 難道你拆掉它們 怎樣 改門 是 未必要改門 用這種方式避開它 OK 師傅 講開這件事 你知道 現在又有一些納米的單位 他直接沒有房間 他廁所已經是他的房間 自然而他又會對著廁所 處理手法是否也差不多 最好呢 我看過一間 他就真的很小 是 很小 甚至 一進門 走進步 已經到床 是 這個我們建議他 就拿一個布簾 是 布簾 遮一遮 自己尖一間房 尖一間房 他太小 他又不尖好 有人來 他就放進去 不然 他就 掩蓋 好了 進到房間 大家都知道房間有燈 燈 燈擺的位置 如果很不幸地 電器師傅又不生性 或者你放的床位不生性 又或者你放的床位不生性 那燈在正 把床的上面 對健康有什麼不好呢 床呢 上面有燈 是有什麼燈 通常 床上面的燈 最好是平底 平底 燈 貼頂 平底 是 最遭忌 是 不要有月亮的燈 是 掉下來 是 有些是尖角的 是 尖角的燈 是 古靈精怪的燈 也有的 是 這個掉下來 壓住自己 曾經有個案 有一把刀刑 是 是 無端做手術 OK 但劏開又沒有東西 五神幾 是 這個呢 就有刑殺在這裏 是 對人體有傷害 OK 那被你尖角 衝過來 醉下來 是 是 如果你壓住頭 是 頭會容易頭痛 是 頭脹 是 壓住心口 心口容易不舒服 偽患 如果壓住腳 腳會痛 是 所以呢 千萬床上面 不要有掉的燈 有燈呢 就平底 是 上面 底要平的 是 師傅 就是 不要看也要的 是 呼應 你第一集說過 是否刑殺 其實正正就是這件事呢 外面有刑殺 裡面的報紙都有刑殺 我們有單 那些單位裡面的燈 是 比如 廳裡面 房裡面 特別房裡面床上的燈 是 沒有講究的 OK 有時候上面 平底不好看 有些人喜歡 新潮 是 是 所以要提醒大家 不要用那些吊燈 還有尖角性 是 圓刀性 月亮性 古靈精華 插下來 有些針營 是 一條針插下來 這個 千萬不要用 OK 也可以放裡面 現在流行四邊 四邊燈 床上面完全沒有燈 大家也可以考慮這方面 哦 OK 也是一個好提議 師傅 你剛才說 令我想起 某一間 都很大型的家具店 家具店 二字頭 北歐過來的 近來很流行一盞 一隻燈 整個月球 不是一個月亮 不是一個彎刀營 整個月球的款 跟著之後 又是吊的 吊著的 又是不好的 可不可以這樣說 吊著 整個地球這樣 沒錯 吊下來 好像鎚一樣 是 壓下來 這個如果是廳裏面 就無所謂 是 如果是房裏面 你不要壓著床 哦 房裏面 盡量都不要吊燈 是 不要用這種 好 知道 我們講完燈了 師傅 我們再講一講 就是鏡子 你知道 特別是女士 當然是房間 也有鏡子 沒有鏡子 怎麼出街 好了 那張鏡子 媽媽以前也有說 不要對著床 可能有些靈異 有些靈異 有些事情發生的 那在風水的角度來講 怎麼看這件事呢 通常呢 我們呢 叫那些客人呢 是 就不要說 有一個大鏡 這樣對著床 是 譬如呢 一隔起床 你睡覺 睡到三更半夜 嗯 去洗手間 是 去頭散化 是 突然間 是 是 看到燈 鏡子裡面呢 嗯 有一個人在那裡 是 是 是 所以這個呢 有一種殺氣 對自己 都不好 是 心驚 是 你都不好 OK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大鏡就好對著床 是 梳妝鏡呢 你旁邊 起床看不到的 小小的 不可以的 OK 那還有呢 這個鏡呢 是 我們呢 就 另外呢 我們要注意 是 注意 是 那些鏡 有吸納作用 吸納作用 怎樣呢 譬如說 這邊是空位 是 壞位來的 是 那個鏡在這處 是 是 那就是 本來這個架位 是 那些不好的東西會吸過來 哦 OK 這裡的鏡子 可以看到這邊所有的東西 是 是 就是 鏡子就盡量向好的位 是的 OK 所以鏡呢 房裡邊 我不贊成 別人 按鏡的 哦 明白了 OK 那今集的時間呢 又差不多了 我們多謝 陳根信師傅 是 大家 再見 好 拜拜 好 大家好 又是焦點直播 陳根信沿途有你的節目時間 我們在螢光幕繼續見到我們的主角陳根信師傅在這裡 是 各位 大家好 是的 又隔了一個星期 沒有見師傅 是不是很掛著師傅呢 OK 那 正如之前所說 師傅 就 一直 跟我們說 就是關於我們的屋 上集又到說一說 房的問題 OK 那 這條問題呢 我特別要問的 因為 就是朋友 以及 其實他也是網友 他就 托我們 就問一條問題就是 師傅 上次說了房 但是 喂 還有一條更緊要的東西 師傅你有沒有說過 將床怎樣擺 有沒有說 擺什麼位置是原來不好的 這樣呢 一間房 床要怎樣擺呢 有一個 基本的 是 有基本的擺法 是 當然 我們要在現場裡面 是 這個機身盤 或者是白炸 或者是其他的牌別 是 是 是 來決定床的位置 這個是 現場 看才知道 是 基本上在圖方面來說 是 我們呢 就有一個情況 譬如這個房門 是 是 這裏入 床 基本上是床頭 如果是這樣向發的話 是這半牆壁 是 這個 我們叫做 基本上叫 永遠空 的 永遠空的床 的擺法 這個擺法 刺空的空 對 是 永遠空 這個擺法 很害怕 這個擺法 永遠 永遠空的擺法 是 這個呢 是 這個擺法 這個擺法 會容易 那些人 多噩夢 OK 多噩夢 是 還有 多夢 夢之中 有些噩夢 噩夢 那麼 早上起床的時間 人 由於夢境太多 會使得人 會嗚嗚嗚嗚 起床 精神不好 是 精神不好 是 所以 大家盡量避免 嗯 有些人 床 房子太小 沒有辦法 移動 嗯 是 希望 這些樹 隔開一點 不要 床頭 貼住 哦 可以少少不要貼住 盡量來降 我們的床 這個 這個門在樹的話 是 我們床 可以 口下去 在這邊 OK 又或者 這樣擺 是 床在這邊 哦 兩種擺法 就看房間的 格局是怎樣 人人 如果是現場 看人 就看他 這個床 向什麼 這個床 然後還有決定 決定 這樣擺 這樣擺好 基本上床 都是擺這邊 師傅 我可不可以理解 床頭 要對到門口 但又不可以對正 是否這樣理解 不是 例如放在這 如果床在這 是 頭在這 是 門 就衝著頭 是 門衝著頭 OK 這個就不太好 是 哦 剛才我們說 這個床 有人進來 他看不到 他起床 頭就要扭轉 是 扭轉才能看到 誰進來 OK 這床的擺法 是 直接眼角 已經在溝通了 嗯 所以這叫 永遠吉的擺法 哇 不得意 永遠吉 永遠空的擺法 不得意 不得意 至於說 這顆星是什麼星呢 這些是現場 才能看到的 這是基本的 OK 才能說基本的擺設 這兩三集 我們說了很多房間的風水擺設 師傅也給了很多資訊 教了我們很多東西 其實這樣說 風水這兩個字 那些人說 一命二運三風水 風水排第三 師傅 怎樣印證到 其實 它是 改到運呢 我們風水 首先呢 第一集裡面 是 我已經講到 不要迷信風水 嗯 我們風水 四千年歷史 幾千年歷史 是 是 前有一個統計學 一路下來 幾千年流下來 是有它的暴力 是 但是呢 風水呢 不是一個萬能 是 不要任何的 什麼病 就是風水的問題 什麼都歸咎風水 是 是 譬如我們一命二運 你的命 和運 其實呢 一命二運三風水 是 有什麼一樣呢 四積陰德五讀書 是 基本上這五樣 有些更多幾樣 是 這五樣是基本 一命二運三風水 四積陰德五讀書 積陰德呢 就是做些好事 不要做些害人的事 是 五讀書呢 因為現在科學 先進 是 我們追求 任何人呢 都是要 追求的知識 不斷追求知識 你才有進步 是吧 那命 和運呢 這個人呢 生出來的命和運 嗯 這個命 不是100% 嗯 看完人生的 不是說 有些人呢 用八字 嗯 什麼都 用八字 是 我今天可不可以喝茶 嗯 又是用八字 是 決定 那是不對的 OK 好了 人生裏面呢 不是100% 是 一命二運三風水 風水呢 就變成了 輔助作用 是 輔助作用 譬如這個人的命 它根本就不是生意命 是 運又不是生意 是 是 硬硬去做生意 是 大家都想發達 就是硬要做生意 OK 你用失敗 嗯 請個風水師 替你報告 嗯 是不是 發大財呢 是 這個就不切實際 OK 不切實際 嗯 就不是說 我替你放完風水 你就會發達了 是 如果風水呢 你什麼都有的話 那麼個個都發達了 世間沒有窮人 是 所以我們要客觀 去看這個問題 OK 所以它是輔助性的 OK 風水裏面呢 有家居風水 是 有些人借下家居風水 是 但是它一半時間 嗯 公司 公司風水對它都有燃養 是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陰宅 是 就是祖墳 OK 祖墳 現代來說 那些骨灰 嗯 的影響呢 就比較微微 但是土壯呢 就有本三代 三代 三代 是的 骨土壯 是 那個陰宅的風水 就真的對後人 會有很大燃養 是 很大燃養 所以在這裏順便說 如果有些人的家族 嗯 很多房人 嗯 出現了大件事 嗯 大件事 包括身體啊 意外啊 等等 嗯 的情況呢 整個家族都這樣的話呢 就 見此呢 嗯 口裡是一個陰宅 是一個祖墳 有一個祖墳 有一個問題 嗯 因為我呢 很多墳呢 嗯 一滑開來呢 浸了水 哦 浸了水 這對後人就燃養很大 OK 很多很多都在這種情況裏面 浸了水 嗯 骨呢 變了黑色 有發霉 那樣 那這個呢 就順便說 陰宅 例如病 對後人的身體運程各方面呢 都會有影響的 OK 所以呢 我們說風水 不僅是說 是一個住宅風水 嗯 你公司呢 你不算上班公司 你有整個八個小時 九個小時 甚至十幾個小時 都會在公司 是 公司風水對你都有影響的 哦 OK OK 好 那就是 講到風水了 那 不過我們今集的時間呢 就差不多了 所以呢 我們又看看下一集 陳根信師傅 會跟我們講解一些 什麼的玄機 好嗎 好 好 謝謝師傅 謝謝